李老师您好 既然经济本质在于消费时商品转化为前后再投入生产 那提高消费者薪酬 最后提高的不也是消费能力吗 那为什么要一味地压低薪酬水平 最后只能负债消费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那我本人的一贯主张 我们要尽量地提升薪酬 我们经济发展 我们工业化发展 我们产业发展的这个目的 首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普通劳动者的薪酬水平能够得到提升 这也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宗旨 那么有的人说了 说你这个加大债分配力度之后 那企业家就可能撑不出来 企业倒闭了 那么民众就会失业 那岂不是你这个提心提的就无缘之水无本之木了吗 这样一种观点 其实它是并不理解在宏观层面上 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的之间的这样一种长期平衡的问题 其实大家这么想 假如说你家里已经存了很多钱 然后呢你只不过是由于认知上的问题 由于你的这样一种对钱财的成绩癖 对黄金的一种特殊的癖好 压低本家庭的这个要素价格 是不是 让逼着全家人起早贪黑 拼命干活 如果你积累的黄金还好 如果你积累的只是人家的欠条 那就没必要了 那么尤其是比如说正常情况下 你一个家族要兴旺发达 你需要正常的这个生孩子 你要有下一代 可是呢你为了尽快的多攒点钱呢 你逼着你家庭里边的妇女 逼着他们全天候的跟壮劳力 跟男性壮劳力一块下地 一块干纵活 这样一个家庭它会兴旺发达吗 那不会啊 它无非就是多攒下了别人写的欠条而已 是吧 该生孩子的时候生不出孩子来 那长期来看这家人家可能就麻烦了 家庭如此 整个国家也是如此啊 我们必须要转变我们的思维 给予那些啊 这个人的再生产的参与者 他们必要的收入尊重安全和福利回报 所以呢就是我一直主张要做好再分配 让老百姓有钱可花 那个当前我们中国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就是 本国的民众在整个蛋糕中间所切到的份额呢 相对是偏低了一些 当然这个薪酬的上涨过程呢 也不能长得太快 为什么呢 如果对一个不发达国家来讲 你的薪酬水平长得太快呢 它可能会影响到你产业的竞争力 根本就偏贵了 影响到你本身的工业化建成 但是呢 以今天的中国而言 我们呢 工业化建成的在量上 在规模上已经完成了 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工业国 工业产出占全球的比例 是吧 尤其各种核心产品的占比 都非常高了 所以呢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是吧 这个我们需要从外循环为主 向内循环为主转变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是可以积极考虑 加大这个薪酬提升的力度 加大载分配力度